我就是拿出来看看 拿出来看看 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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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刺手牢房 快去通知廷位 刺耳 立即封锁廷位府 任何人不得离开 保护现场 撤 陆师爷 陆师爷 任何人不得越取 陆师爷 别怕 有我在 他们说 我杀了人 没事 我相信你 陆师 震儿 苏小尉 把你们进了廷位府后的一切 一点不漏地告诉我 当时我看到一个人 好像你 还和你穿着一样的官服 我以为你回来了 便想上前叫住你 没想到后来 我就晕过去了 衙衣来时 我手里还握着那把 带血的刀 那整个过程中 是否还遇到了其他人 朦朦胧胧之际 好像还有一个身穿黑衣之人 我快牙医一步来到牢房 但当时 镇儿已经晕倒 赵冲已经死了 还有别的发现吗 没有 一出事 廷位府便立刻关门戒严 此人很有可能 还躲藏在府内 我和你一起查 廷位府办案 无需旁人插手 我不放心珍儿 苏恒哥哥 我没事的 珍儿 苏家和沈家是智脚 沈家虽然出事了 但是我们苏家不能做事不管 眼下我要护你周全 珍儿现在是嫌犯 取保候审 我们苏家押上将军府 苏老将军苏校尾 寒人怀疑之举陆某钦佩 但此案目前毫无疑点 尚无法取保候审 再给陆某一点时间 疑点 是 是 苏恒哥哥 谢谢你 可现在 也不是争论的时候 还是让陆廷尉早些去查案 这样 才能真正地还我清白 按理说 现在我应该被关在牢狱当中才对 走吧 我就是拿出来看看 拿出来看看 蓁儿 手镯呢 今天早上还在的 怎么不见了 巫师 之后再找 你先安心等我消息 自己的 你先安心等我 我不能 去吗 可以吗 我自己安心等我 想先去